本节目由大家的关注 素质三连赞助播出 在十分重量级的十月新翻进入尾声冲刺阶段 更加重量级的一月新翻即将登场 在我狠狠恶补一月翻的原作和原作改编媒体后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up主已经身患工伤 我是神志不清意识模糊 一眼望去全是白花花的测制 目前对于一月翻的感想 那完全可以只通过一个经典小品中的台词去表达 看一月翻小说漫画时的状况 对一月翻小说漫画的综合评价 一月翻一世界人口现状 对一月翻测制原作剧情评价 对于一月新翻我的期待是 虽然但是来都来了 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介绍 万一实力逃出金了呢 首先是原创部门 对于原创动画 我一向的做法是查编剧成分 毕竟原创作品主要就看一首故事质量 还有什么能比编剧更加影响剧情走向 阿鲁斯的巨兽标题一眼插逼二 PVE一眼混合怪 怪兽和墙壁 科技与马活 不知道土中是否能带有一些心 你说的对 但是编剧是海法济光 今年负责改编动画代表 弹丸论破三三部曲 今年负责原创动画代表 全员厄誉 监督纯兴人 经典分镜原画转监督 评价为懂得都懂 爹地拍档 讲述两个大老爷们杀手带娃的故事 设定让我想起城东的经典电影宝贝计划 然而监督前景一支代表作品成神之日 编剧原案下苍白有 Nitra家出身的惯犯 有很多人都迫切希望他把天赋带往电子厂 最近的原创作品 东京24区评分5.0 制作公司是原创鬼剑筹 PAWorks 这是什么全明星 评价为洋谷 Ti Card 一个以扑克牌为主要设定的超能力战斗作品 人设美型 作画精良 跨媒体作品 剧情由狂赌支援作者负责 监督是指导末日三问的何天纯 以一月值得期待的原创作品 一月值得期待的同样还有复仇者 经典日式见几篇 但编剧是徐渊玄 作为业界原案先人 成天四处挂名 一提起他会想起的 基本上还是只有十年前的FZ和小圆 上次当西购整的Obs类的纯纯的一坨大店 近几年唯一的好活 嘿他妈辱了 这部动画 我最后再信老虚一次好吧 漫画部门有好活 但不多 大部分都是续作 比如日本本土热门作品 吸血鬼马上死第二集 作为搞笑动画 但一点也不搞笑 哎呀妈呀 这可太搞笑了 还有冬万复仇者第二季 每次有人跟我吹微销量论的时候 我就会把这玩意拿出来 啊喜欢讲销量 看啊 这图漫画年销一千万呐 你吃啊 吃啊 吃啊 你吃 快吃 你他妈的 冰海战机第二季 明明原班人马 但是完成了从霸权射到 MAPA的偷天唤日 很难不怀疑 是不是官方玩甩锅MAPA梗 但是作为我心目中2019年最佳动画 有的续作看就完事了 谁管他是妈爬牛爬还是猪爬 只要不是 九宝同学不放过我 存在感低的男主 和总能发现他的女主的纯爱故事 所以本作又名 看得见的女孩 小智是女生 狗豪最最最喜欢看的动画片 讲述了女主智将 喜欢青梅竹马的男哥们 但是对方却没有把自己当成女孩子 故使出浑身解数 靠毕生的决心压倒对方的故事 这下就理解了 为什么会让高桥李懿配女主 在论媒包袱不把自己当女孩子这点上 恐怕是没有人比他自己更懂了 而李懿里本季还配了另一部漫改 大雪海的凯纳 公主逃亡时呈热气球意外流落到天空城 遇到男主随后一同前往地表雪海的旅途 简而言之 是来自深渊的姊妹片 来自地面 而且现在说到这个雪海 我怎么怎么看怎么不对呢 说到地面的话 又想起克制地面戏的冰属性 男子与酷酷的女同事 这位是真正的冰属性 心情一激动就结冰 一开心就下雪人 所以他就是下东海家神秘的第三个孩子 我叫下雪 我叫下雨 我叫下冰毛 隔壁的美女同事不知怎的 就天天关照他 对他按送秋波 疯狂地撩男主 男主就一天到晚 给他治冰 饭冰 出冰 我操冰 所以概括一下这部的剧情就是 原作是弑手同学那种经典套路工业唐经小短漫 只不过这部语气说是工业唐经 更应该叫工业冰糖 但这部的特点就是画风精美 帅哥美女颜值拉满 薄薄眼符也是好的嘛 哦 说到薄眼符就得说是妖幻三重奏 初包作者施垂老师最新立作 那画的不能叫色 那就艺术 结果打开PVE一看 卧槽 整容手术 崩成一坨西啊 虽然没让你跟施垂老师比划比划 也别直接开摆啊 色没了 这下成色盲动画了 建议各位直接看漫画哦 说到建议直接看漫画 就得说本季度另外一部 一模一样的心路历程 最近看的最喜欢的一部漫画 故事设定角色分镜 战斗通通在线 角色关系设定 虚实风格像野良神 战斗风格像钢链 时髦之而反派设定像死神 结果打开PVE一看 嗯 动画画像蓝色石起 还是那句话 求求你们去看原作漫画 而说到整容手术 枪人星座才是真正的整容宣传片 原作95年漫画 98年动画画 时隔25年再次重置 你跟我说这俩男主是一个人 这个发型对比 我很难说复活的究竟是某些老观众的青春啊 还是牛顿啊 但是我只能说 相信ORANGE 他是日本3D动画的骄傲 极主复道第二期Microsoft powerpoint2023概念作 不要欺负我常敬同学第二期 反校园霸凌 反校园POA公益宣传片2023年版 变成狗后被喜欢的人捡走了 2023日本人精神状态纪录片 别当偶逆将了 2023日本性教育科普片 沦落者之夜 2023导盲犬训练教学片 好的 接下来正式进入青小说改环节 今年青小说这厕纸含量 我真的 雪都给我擦出来了 感觉像土拨鼠之日 一直在一样的一些展开中轮回不止 真的麻了 但在这里边还是有几部好作品 网购技能开启一世界美食之旅 我看我的最好的一世界美食作品没有自己 男主两耳不闻窗外是一心只做圣贤菜 打怪升级的终极目的是更好的收集食材和购买厨具 技能也不是物理也不是魔法 而是煎炒烹炸闷流凹顿 我只能说这部作品是真的很懂持 开播后必然是下饭神器 MAPA确实是懂挑作品 但我总感觉MAPA挑这部作品动机不纯 因为这部作品中男主最爱的一道菜是生姜烧肉 你们可这提前特训呢 顺便说本作的音响监督是这位 代表作电剧人夏日重现 不相信人类的冒险者好像去拯救世界 四个因为不同原因被人类背刺 喊着同样的口号 就这么凑到了一起提出共同管权和尊重各自爱好的主旨 而这四个人的爱好分别是偶像 美食 逛摇 赌博 这听起来都是很耳熟能详的活啊 我总觉得你们能在客厅手游中找到共同爱好 总之这个也基本上算是很点的退退留意世界 但如摇曳露营一样 在角色人际关系上营造出了一种很舒服的距离感 而且作者有的脑洞情节很有乐子 比如他们后面去找传着的圣剑 终于找到以后几个人向我圣剑黑了 但是怎么和工会交差呢 然后圣剑一打开门里面堆满了圣剑 虽然声光都不如我这个PG 但你们拿这些HG去凑合一下 反正他们也不知道我长啥样 是你们万代直户内行 还有后面男主和混混打架 男主上来二话不说 罩着对面裤裆就是一脚 结果一回合下去 双方不分胜诉 好家伙真不要脸 居然穿铁裤裆 好小子你更不要脸 穿铁板鞋 好嘛 这把我们可就遇上对手了 属于是本季度图一乐佳作 奥交返卖千金利杰洛特 与实况主远瞳同同学 及解说员小林同学 我实在恳求你们 不要把整本书都写在标准 但这部确实在整一种很新的活 游戏里的男主 能听见外面玩游戏的 现实男主女主的声音 于是他们疯狂的解读故事里 傲娇女主的实际心思 导致游戏男主疯狂爆杀傲娇 傲娇被这男主女主 霸的跟娇娇娇娇娇一样 事实证明 傲娇不是退款 你傲娇只是后期英雄 不符合现在的前期版本 本作另辟稀定 整两个奶妈打四宝一 把后期大C提前未成型 这输出真是爆杀 而且本作不仅游戏线拉满 现实现实对情感塑造也很好 本科学家的科研项目 简直大丰收啊 除了CP双线也都有不错的剧情展开 评价为顶级 说到科研本集的另外一部 关于林家的天使大人 不知不觉把我惯成了废人这件事 虽然看标题一眼吃讨文 但是人物关系心里描写很自然 基本可以说是纯天然无工业 无化学添加这套 剧情可以概括为 纯纯扯独子的开头 却得到了很合理的展开 现在的问题是 这个监督王丽花到底是谁 如果是柳神亮这个傻杯 那么鉴定为计 如果不是 恐怕还有救 就看原作底子够不够屁酒祸祸祸的 好活介绍完了 接下来是排雷时间 冰剑的魔术师将要统一世界 剑字体知厕纸 看多了你会发现这种标题字体 基本上就像量产扎骨型号一样的量产厕纱纸 故事就是传统的叛猪吃老虎 我少说看过几十遍了 进化知识第二集 也有一说一 说是厕纸的过分 这玩意是你憋不住去厕所嗨完了 发现纸桶上卷的是沙纸 原作连唐三后期量产的那堆月子二都比不过的文笔 狗看了原作后都得自己学写字出本书 这能出动画还能出两季 只能说作者祖坟的青烟排量太大 动画更是重量级 制作组和原作互相折磨 然后合起火来折磨观众 不知道图啥 图墙吧 发奔图墙吧 虚构推理第二集 我每次睡不好是打开第一季随便一集 疗效比安娜的真还好使呢 被解雇的暗黑士兵开始了慢生活的第二人生 看完标题就等于看完的唯一的亮点就是女主 男主已经强到天下无敌 剑神杀神 剑鬼杀鬼 但是女主稍微拥抱 卡 鼓裂了 见男主回来高兴一个冲刺 嘎 男主包成团葬了 第一次中路按道架枪后 第二天早上女主出来 红光满面 男主个的缩缩 走路歪起扭拔 脸色绿的像伙特偶像 林郑英见他都值兴奋 堪称本作最强战略 最强阴阳师的异世界转生技 阴阳师转生后 别人变魔法 他用咒术 图P1的我只能说 不如改成电子阴阳师 躲开敌人技能就说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这么菜吧 见到敌人生气就说 哎呦急了 敌人放技能给男主打个半死 说 就这没吃饱饭吗 这不比你那个传统阴阳师有意思啊 一时间悠闲农家 在十月的牧场物语金手指集市结束后 又来这个牧场物语风铃月影村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日本人对物农这么热衷了 我估摸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吧 但是因为这个部分的内容实在是无聊的批爆 所以你能从动画海报上清楚的看到 这动画组也很清楚 本作唯一的最大卖点在哪 间谍教士一群名义差强间谍被指派 完成高男任务 在此之前要特训打倒自称最强间谍的老师 那不就是全员女人物美形 内容低配版为暗杀教士吗 为了养老金去异世界存8万斤 这部的特色是女主能在异世界和现实来回穿梭 所以她玩了命的从现实往异世界转移财产 这哪是异世界 这他妈不是现实题材作品吗 而且本作一开始展开我就没中组 一小姑娘为了救被狼困在树上异世界小女孩 回去穿了套特种兵装备拿把小刀回来 一个划铲直接暴杀第三狼 这哪是存养老金 这他妈是武警异世界战狼好吧 魔王学院的不适合者第二期 这不出虚作我是认的 业界一级认证香24K金典圆木纯品超柔顺高级测纸 这作者是懂享受的 看完就一个字爽用实力证证 测纸也分三六九等 转生公主以天才千金的魔法革命 讲了转生公主把婚约备废的大户人家女儿夺走 让她做助手帮忙一起研究魔法的故事 那剧情根本不用管 磕就完了 鹅团快乐翻 无男主无绿毛无第三者插足 看漫画时评论根本没人讨论剧情 都在摆扯公寿 知道的是修炼普通魔法 不知道的以为吴勇唱水魔法还那么助手 我都不敢想她到底是怎么助的 闲音K文库那更是大学人 金阿尼没辙天天就累着这堆臭鸡蛋 摁给那做槽子高 闲音也只能说是不能免 但是你要说我看不看 那我肯定看 毕竟那可是金阿尼 本期视频又推荐这么多了 囊活了1月份中大部分的作品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点击关注 点关注的观众室内温度都能加5度 因为请您部分关注与否都点赞投币收藏分享过长按点赞素质三连 本期点赞10万投币4万 届时更新1月份开播吐槽 本期视频就这样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